来关心今天上午立法院最新的消息 有关于要科征能源税呢 就最后被打回票 我们来看看李树德表示 他的心情如果说没影响 当然是假的 听听看他最新的说法 但是来关心目前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礼拜一的时候呢 财政部长李树德才在立法院的态度非常坚定的说 从后年开始就会开征所谓的能源税 不过呢在整个舆论强力反弹 而且这个民意的民怨四起之后呢 昨天呢行政院长吴敦义紧急喊咖 而这样的喊咖喊这样的动作 不但让政策大转弯 而且无疑是狠狠地打了这个李树德一巴掌 最近这个事情呢 今天李树德难掩失望 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他说他的心情呢 说没有受到影响 其实是骗人的 平常收到访问 我支持你我都会哦 不要说我 谢谢我也要 我给你来 我们来一边算账 我替你书解一下身体 部长 八八水灾 莫拉各特别条例 财政部提出来 其中四百多亿 我要卖捅股票 对吧 你找了委员沟通 我所知道 财委的委员 统统给你支持 现在统统一个月就变出发信 因为怎么样 谢谢委员 我需要的想念啊 你说回去啊 通通不要啊 通通取代啊 再来 我们刚刚看到呢 李树德笑得可以说是相当的尴尬 在那个赖世把问他 说心情怎么样的时候呢 他说呢 说不受影响是假的 以上就是立法院最近状况 先把现场交给棚内主播